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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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把照片定格拍下来 拍下来 他要出孔庙那个门的时候 有人K他的头 那个手已经查出来 就在那五个里面 你那个车子要开的时候 你在那边推 除了林津医院他一个人在那边推 那个也有事 就趴在车子引擎盖前 除了林津医院 那些都有事 所以王弟你不要唬烂 去公园散步 不会被起诉啦 不然大恩森林公园不是全部都被起诉的 亂讲 你有动手 有动手动脚的才会 你用嗆瞎的 用骂的 用哎 滚回去什么 那个都没事啦 很不错 我刚刚刚说 所以绝对不是散步就被起诉 王弟宇的坏习惯改不了 我很怒啦 第二个他说 简单官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变更法条 谁跟你规定不能变更法条的 你的律师站你旁边啦 你请那律师干什么 为什么不能变更法条 变更法条告诉你是对你客气 我可以不要告诉你 我就用别的法条起诉你 跟你讲变更法条是让你有防御权 我现在用这条起诉你 你知不知道你犯的行为 其实是这条 他说没有探证据给他看 这个 我要讲第三点 谁跟你规定要探证据给你看 你是到底有你招 对嘛 你有没有在跑地检署啊 还证据探给你看耶 神经病啊 法院要 法院才能 才可以让你看 才能越卷嘛 你还没起诉 你要看宴上 你凭什么看宴上单啊 张明清的宴上单你凭什么要看 你误导民众还不得了 还在那边开记者会欲别说 我如果是王定领的律师 我一定当场解释为认说 你说这准备日间我要来走 你不要乱讲嘛 你明明是被快速的起诉 王定领讲的我同意 为什么你证据都还没掉来 你就要开庭 你告诉我10月21号 你急着开庭在看什么 检刀官是不是奉命开庭 我跟你讲是奉命传唤啦 奉命开庭 一般的案件没有当天抓人的 除非是刚刚邱委員讲的警察 现行办把他抓起来 你讲现行办抓起来 抓起来我就立刻开庭了 没有嘛 没有你干嘛当天就开庭 这个是我从来没看过 我刚也特别拿邱委员当对照组 连邱委员 那个2004年320 321 都没有被抓去开庭 都没有被传去开庭 可是王定领那个太离谱了 所以起诉之快 求刑之重 是破纪录 没有破纪录啊 这边有纪录保释在这里 你才破纪录啦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检察官只有犯罪嫌疑 只要听说谁有犯罪嫌疑 就可以传了 实际上是这样规定的 我不禁止要掌握证据才传 我只有犯罪嫌疑 平秀琳可能去 昨天晚上去偷东西 传平秀琳来 你看你讲错话 鼻都会飞了 结果平秀琳一来 你有没有偷东西 承认了 有 抓起来 那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就把你放走啊 没有我再去找证据也可以啊 所以传不传 什么说传 都是他决定 我们是法律教士 侦查就是这样子啊 侦查 那我掌握什么东西 我要告诉你吗 不需要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是被告 你可以保持监默 你的罪名是什么 大致要告诉你 让你形成你的防疫权 这些是要的 但王定宇讲这个话 真的是误导群众 台湾是个民族社会 但是你采取的不是民族的方式 你民族的枪声 民族的抗议 我不相信 不要说台湾地检署 全国特政组也办不了你 特政组也办不了你 特政组当然办高官 谁都没有办法指数来办王定宇 你只要不犯罪 到哪里走都可以 民进党那些立委 没有犯罪了 你想进监律还进不去 想进看守还进不去 所以业怡经不要多虑啊 当然 如果偷跑进看守所 我不晓得用什么罪办他了 因为偷跑出来会偷逃嘛 但是跑进去 住在看守所 潜入啊 潜入 思草民宅 到底是 那不是民宅啊 思草监狱 用什么罪来办他 这一条我就不知道 这一条我有研究 回去查一下好了 不知道 但是王定宇你不要腐烂了嘛 真的 号召台湾士兵起来 怎么会公园散步的 变成台湾士兵了呢 那些不是公园散步 那些是士兵赶去的啦 我们先见一下call in 再回来继续谈这个 哇